你知道蟑螂才是昆虫界最强的生物吗 狮子老虎在他面前也只能沦为手下败将 蟑螂能在0.1毫秒内就将速度提升至每分钟4500米 而他想要达到这种程度完全不需要加速和助跑 如果将蟑螂放大到何人同样大小时 那么他能在0.1毫秒内将速度提升至270公里 也等于人类高铁的极限时速 男人为了登上武道巅峰获得螳螂这种强大的速度 他对着螳螂磕头外席为师 可在平时模仿训练时他发现 要能以人体结构达到270公里每小时 根本就会难如登天 这是人体肌肉纤维永远无法突破的瓶颈 直到有一天 人牙偶尔看到一具蟑螂的尸体 他发现蟑螂的体内并没有什么肌肉纤维 有的只是一种乳白色液体 这让人牙瞬间就误了 支撑270公里时速的并不是肌肉纤维 而是这种乳白色的液体 于是他利用鬼脑 先将潜意识中的肌肉纤维融化 再通过进一步的想象 将自己完全液化 然后瞬间将液体变成气体 在极度放缩后 瞬间紧绷 从而产生出了强大的爆发力 瞬间 失踪